尖三所謂它的除了是通用型 空軍用 海航用 不要忘了將來我判斷 外交 外銷 要外銷到巴鐵 巴基斯坦 要外銷到中東地區 不管是阿聯酋 或者是沙特 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叫沙特 甚至將來也有可能外銷到埃及 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甚至將來有沒有可能土耳其會開 因為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的會員國 會不會去買中共的 殲-35A的逆中戰機 我認為也不要百分之百排除 但是我認為會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它是30個國家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共32個國家 它是會員國之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32個國家 頭頭就是美國 美國可能允許以土耳其去買 這個中共的殲-35A嗎 不可能 今年土耳航展雖然是第四五間 但是我認為這是規模最大 人數最多 那麼多的國家 來這邊參展 還有那麼多的攤位 又有這些 那因為大家講 那以前是疫情 2022年以前 那疫情的關係 疫情關於COVID-19 2019年年年底 2020 2021 2022 是這樣 那今年2024 所以這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航展 這一次大家都會 有哪些 千石跑出來 千石跑出來 還有無人機 那這一次有幾個特色 我認為 第一個 這個是運二十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主要航展 這一次無人機天下 好多無人機 那這麼多的無人機 你包含彩虹器 彩虹石 那個翼龍系列 翔龍系列 BZK系列 TB 動動腰系列 等等非常多 還有無針漆 那麼多的系列 那將來就是我們打仗 誰的人工智慧 AI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AI 人工智慧越廣泛運用 這個在戰場上 能夠發揮的戰力就越大 那包含我們叫做無人 就是我們叫做機器狗 AI機器狗 AI戰狼 他那個扛的槍 還盜背槍 為什麼 因為他的彈夾在上面 我們一般來槍的時候 那個槍 彈夾在下面 彈夾在下面 下面這個彈夾 對不對 彈夾在下面 那但是他這個槍 槍是盜背的槍 彈夾在上面 是一樣 那這樣子 他還跟他爬樓梯 上下樓梯 那他如果打仗的時候 只是一些裝備的損傷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彩虹金利中無人機 那彩虹金利中無人機 那現在他最重要 他八公噸算是大型的 八公噸算大型 一般來講 大型五公噸以上就算大型 我講無人機 那美國最大 美國最大的全球之音 RQ-4 RQ-4的話是15公噸 14.6公噸 算14.6公噸 算15公噸 四十五公噸 那算14.6公噸 這是美國的全球 這一個 這個彩虹金 是我們講的八公噸 八噸 它算是它逆中 那個全球之音 RQ-4沒有逆中 它是沒有逆中 高空 可以飛到 我們講它可以飛到 這個兩萬公尺 四萬英尺 五萬英尺 它可以飛到那麼高 五萬英尺的話 就一萬七千公尺 要這麼來看 你可以乘以三或除以三 由公字變成英字 因為以前我們飛行的時候 都是從美國買的飛機 美國買的飛都是英字 上面高度是 是我們講的英尺 多少多少英尺 速度是多少多少海里 不是公里 多少多少海里 那海軍的時候 有時候是講馬 多少馬 距離多少馬 都不適合公尺 去手多少米 多少公尺 是這個不是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就是 那這些珠海航戰 第二個特色我們叫做無人機 那中共的殲-20 殲-20大家都很熟悉了 將近300架的殲-20 殲-20很成熟 是一個重型的逆中戰機 雙發動機 它推力蠻大的 渦三 渦三十五發動機 渦三十五的話 推力大概 大概三萬 大概三萬四千磅 那兩具的話就是 六萬八千磅 差不多 六萬八千磅 因為一磅四百五十公克 你大概可以換算一下 成多少公斤 多少公斤 或多少噸的推力 那這是殲-20是重型的 那另外一個 這一次大家 還要把這個矚目的焦點 放到殲-35A 那殲-30 那殲-20是空軍專用的 中共的海航部隊是沒有殲-20 沒有殲-20 但是殲-35A 那將來就通用 海航也會有 為什麼 如果航空母艦用殲-35 那如果空軍用殲-35A 那大家現在可以看到殲-35 為什麼要這樣 要搭配嘛 因為全世界 由唯二 因為美國是F-22 F-35逆中戰機 F-22是雙巴弄機 生產了一百七八十七架 這是F-22 那再來就是F-35 F-35單巴弄機 那F-35大方機 美國已經做過超過一千架 但是它都外銷 包含日本 韓國 英國 包含德國 這些都有F-35逆中戰機 包含新加坡也訂了12架逆中戰機 這個包含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 也有逆中戰機 是這樣 那它總共 當然美國F-35它又有 日本也有 它有ABC A是空軍用 B是垂直起降 F-35電池彈射 蒸氣彈射 電池彈射 F-35C是這個樣 那現在中國大陸有F-35 殲-35A給空軍用 大家看一下它的鼻輪 鼻輪只有一個是給空軍用的 鼻輪是兩個的時候 就是前起落架 如果是兩個的時候 就可以海軍用 要這樣來看 因為它要裝電池彈射起飛 那就要雙 而且要撞上去的時候 我們空軍落地的時候 是越輕越好 這感覺到清理點水 落了很輕 好落地 海航不一樣 如果航空母艦是重 要撞上去 要掛到那個攔截鋼索 掛攔截鋼索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我們叫做殲-35A 大家可以看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前面的 現在的飛行員跑過去 它前面的鼻輪 你看鼻輪就一個 那這是空軍用的 它前面單鼻輪 單起落架 空軍用 那它是單起落架 這看得很出來 那將來是海航用的 還是空軍用的 那你看它的鼻輪 是一個還是兩個 發動機是一樣的 我閃13 我閃13 推力就比較小 一萬九千四百磅 它兩具的話 一萬九千四百磅 算一萬九千五百磅好了 那算四捨五入 它是前開式的坐航照 那你乘以兩劑的話 就是一萬九乘以二三萬八 將近三萬九千磅的推力 那大家可以去換算 做多少公斤的推力 推力也算蠻大的 它雙發動機 一個發動機 以前我非要用勢的話 是一萬五千八百磅的推力 那它現在的話 可以到達一萬九千四百磅 然後又是兩具 三萬 將近三萬九千磅的推力 大家可以看到 裝造是前開 前開式的 那前開式的 那海軍的時候 變成後開式 是不是要變成後開式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點彎曲 有點曲線 有點像可樂瓶 有點可樂瓶 有點腰身 有點曲線 有點腰身 那這一次我認為 它的表 這個做性能展示 算性能展示算是不錯 因為它幾個動作 看起來還蠻零變的 那又是剛出來 還有那麼零變的這種 這種飛行的這種曲線動作 在空中的這種表現動作 包含它的這個銅滾 包含它的負翼滾 包含它的這個大角度鑽身 我看到大角度 空中的小轉彎 大機轉彎 就是小轉彎 我看到幾個動作 能夠做這些動作 表示它飛機的成熟度 跟可靠度到達一定的成熟 它現在大角度鑽身 它的鏡頭是放在桌上罩前面 然後向後面 向後面俯視 所以看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是用蘇凱57 蘇凱57是重型逆中戰機 大家看到蠻大的 這是蘇凱57 這是尖10 因為它單巴龍機 尖10 這一看就知道了 這是無人機 大家就很清楚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 這一次的話 往而那個鏡頭 就是這個焦點 好像就沒有放在 這個殲20上面 這是殲20的鏡頭 就竟然沒有 殲35A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殲20大家看多了 那個殲35A 省飛做的 那省飛做的 因為剛剛出來 總是比較新鮮 大家都會 我不是講喜新厭舊 大家都會看 這個新鮮的 看殲3組織 殲3組織它的 除了是這個通用型 空軍用海航用 不要忘了將來我判斷 外交外銷 要外銷到巴鐵 巴基斯坦 要外銷到中東地區 不管是阿聯酋 或者是這個沙特 就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叫沙特 甚至將來也有可能 外銷到埃及 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甚至將來有沒有可能 土耳其會開 因為土耳其是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的會員國 會不會去買中共的 這個殲35A的逆中戰機 我認為也不要百分之百排除 但是我認為會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它是30個國家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總共32個國家 它是會員國之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三十二個國家 頭頭就是美國 美國可能允許以土耳其 去買中共的殲35A嗎 我認為不可能 不可能 這個不是光只是軍事 飲食包含很濃厚的政治 所以土耳其想要買 中國大陸的F30A 美國百分之百 一定會出手干預 所以土耳其想要買F35A 是天方夜談 我怎麼直接可以這麼講 因為土耳其跟希臘 希臘 就為了領土的糾紛 還有愛秦海的 那麼島嶼 他們有主權 有空域的糾紛 有海域的糾紛 對不對 他跟希臘不對一盤 土耳其八千多萬人口 希臘才一千多萬人口而已 大家可能想到希臘 希臘人口不多 領土面積不大 是這樣 但是土耳其 而且土耳其是北大洋 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 但是它是穆斯林國家 宗教信仰文化不一樣 但是它卻是個大國 橫跨歐亞 還控制兩個海峽 包含博斯普魯斯海峽 跟達達尼海峽 也就是從黑海 要進出到地中海 這兩個海峽都控制在伊斯 我們叫做土耳其手上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是 北大洋西洋公約組織的 最重要的會員國 想要買中國大陸的這種 軍工產品 這種武器跟裝備 沒那麼單純 沒那麼單純 我真的這麼講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 交給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全效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barn